在盆中放入鸡腿 加入苹果汁去腌制 再放入一个洋葱 你将解锁一份巨好吃的西餐鸡腿的做法 盖上保鲜膜 腌制四个小时 快腌制好的时候 拆一包肉介的M9眼肉和牛 美丽的大理石花纹真的是太棒了 腌制好的鸡腿 有一股非常棒的苹果的味道 裹上最普通的面粉 锅子里可以多放一点油 下锅油煎 油煎的时候一定要小火 否则鸡腿会煎不熟 海盐黑胡椒调味 给它煎至面面金黄 倒掉锅里多余的油 锅子不用洗下入腌料 加入一个高汤块收汁 来一些黑胡椒调味 煎至八九成熟的鸡腿来放进去 煮至全熟即可 装盘把洋葱酱盖在鸡腿上 欧芹特级出炸橄榄油 巴萨米克黑醋 煎和牛的时候是不用放油的 只需放点海盐黑胡椒即可 而且和牛可以吃得熟一点 适合不喜欢吃生食的小伙伴 配上这个苹果汁煮出来的洋葱酱 真的是太美味了 纯天然的苹果汁收浓 并不会特别甜 会带给酱汁有一种特别的微酸 无论是搭配牛排还是鸡腿 都特别好吃 这个配方值得一试